借梁 仪库 曹韵 组成这几年最肥的明活暗活 都被你们鱼龙帮霸炸了 曹小树 你应该知道什么叫范仲乌 今晚没有人来救你了 你注定你死 我最讨厌在家门口打架 吵得我爹都睡不着觉 这是江夜中一场经典的战役 春风亭与夜之战 这也是号称长安城黑夜传奇的曹小树 第一次展现真实的战力 作为长安城的第一帮帮主 在面对大唐亲王李佩妍的拉拢下 这个时候你如果还不赶快表明态度 当那家的狗 那家都不会饶命 当狗 那亲王殿下已经选好了狗主 亲王受到曹小树的拒绝之后 亲王和大唐军部 开始对曹小树的鱼龙帮产生不满 于是军部派出南境剑客 杀死了有双重间谍身份的卓尔 亲王则是联络了长安城中的黑恶势力 要在春风亭对曹小树进行倾搅 因此在决战之前 曹小树来到老笔斋找到了宁缺 也是因为见诗与念诗之类的修行者 在战斗中必须要有近身的侍卫守护 我有个兄弟 可惜他被人杀了 谁干的 他们 在那儿 宁缺随着曹小树所指的方向望去 想到自己的兄弟卓尔 就是在那里被人杀死 顿时明白曹小树所说之人 也正是自己的好兄弟小黑子卓尔 你的其他兄弟 其他的兄弟有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今晚我身边必须要有一个人 什么样的人 够快 够狠 够勇 在危险的情况下 不能让任何东西落在我身上 不包括雨水吗 自然不 你确认杀死那位黑恶兄弟能够出现吗 我确定 那个凶手今晚一定会死 宁缺为了能够给卓尔报仇 面对曹小树的邀约 宁缺以五百两银子的报仇为火 答应了曹小树一起前往春风亭 随后宁缺背上一身自己的标配装备 撑着大黑伞和曹小树 来到了春风亭横二街 此时暮色的小巷间 下起了紧密的春雨 早就埋伏在春风亭周围的帮派众人 立即将巷子的出口堵死 二人被前后夹击在小巷之中 双方大战将一触即发 如今 好庭的贵人们 个个都想收拾你 依然犹言不济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鱼龙邦号称三千青山 为你做亡命之战的 并多不过两百来人 今天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能够脱身 混江湖的读书是少 翻来覆去 只会说那几句话 听到二哥都请老家 江湖险恶一言不合立即开打 春风亭老巢这个名字 一直都是漂浮在长安城 所有黑恶势力头顶的一片阴影 一旦朝二哥的配件出桥 长安的黑夜必将迎来一番血雨腥风 冷雨夜 春风亭 潮小树一柄单薄的青钢剑在手 竟然蕴藏着恐怖的力道 在雨中潇洒直剑而行 嗡嗡作鸣的长剑左挑右此 朝朝必敌 此时宁却望着潮小树的背影 并未及时出手 因为他也想知道 黑夜传奇的真实实力 眼看潮小树很快就要完成了人头收割 不由的惊道 春风亭老巢 真的很假 这时身着蓝袍的头目一声令下 身后帮仲齐刷刷地将手中的短斧 向着宁却二人投了过来 看着满天的飞斧 宁却抽出身后的两把坡刀 紧密地舞动开来 发出呼呼声响 片刻间弹开了数十把飞斧 紧接着 第二波帮仲也发起了进攻 冲至宁却面前 宁却握着两把坡刀杀入其中 只见宁却的刀法使得平庸无奇 却是极为的实用 左右两把坡刀相互相辅 配合得极为精妙 舒逼狐的砍柴人刀法果然够快 够准 够狠像极了砍瓜切菜 这时朝小树投出了手中的青钢剑 化作一道淡灰色的流光破空而止 剑锋锁到之处如同寸草不生 朝小树的长剑迂回到手中 面对残余的帮众 使出迅捷的身法向前 挥出一道磅礴的剑气 推起地面上的积水 剑气一道白光 直接秒杀了全场 此时穿着蓝袍的头目 看到这股气势强大的剑气 惊恐地说道 大剑尸